主持人好 各位嘉宾好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来自河北廊坊 我叫焦建平 89年出生 是一位六岁孩子的母亲 有请工作人员上八凳 来 先说一下你的身体情况 就是我有先天性畸形 出生以后 背上有个像小米粒一样的包 第二天做了一次很大的手术 这个手术也注定了 我的一生要在轮椅上度过 你这叫脊柱侧弯是吗 对 我这是 我怕你那只脚都不放上面 放下面 这样才能保持平衡 对 我这是脊柱侧弯 所以你身体看上去是这样的S型 我出生还是在家里出生的 不是在医院 接生婆 对 就是咱们过去所说的接生婆 是不是接生的时候没接生好 我爸妈告诉我 是我妈怀孕的时候干农活 从马车上掉下来睡的 那你有抱怨过吗 妈妈怀我的时候 要为你肚子里的宝宝负责 比如像坐这个马车 它是很危险的事情 但是父母只能告诉我 那个时候 他们生活得很困难 不得不去干一些农活 不得不去做 那这东西没法怪 很多生活环境 不是你想选择就可以选择的 对 后来可以理解 什么时候开始坐上轮椅的 20岁的时候 你20岁才坐上轮椅 对 那你20岁之前是 就是在床上 或者是爸妈背着我 然后去远一点的 就是用咱们的那个三楼车 为什么这么晚才买轮椅 我生活在农村 条件不太好 父母不知道有轮椅 即使后来知道了 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买这个 第一次坐上轮椅的感觉怎样 我终于可以下地 特别的高兴 记得我在我们家屋子里 自己摇着我第一步手摇的轮椅 转了好几圈 第一次坐上轮椅 她是很高兴 没坐过 就像我们第一次买车一样 我们第一次买车 觉得我们的生活半径大了 她第一次买车 觉得我能下地了 所以其实你在20岁之前的 所有对人生的祈求 其实都很低 当时在学校不敢喝水 因为害怕上厕所不方便 然后老师就对我说 没事上厕所我可以背你 你成绩好 成绩是班里的第一 但是由于身体的原因 不能久坐当时 只是上过两年 所以你在学校这两年 到底是快乐更多 还是痛苦更多 同学嘲笑我 我也很痛苦 但是更多的是快乐 能过上和别人一样的 集体生活 但你生孩子生得比别人早 是这样的 我24岁有的我的女儿 那你怎么遇上你丈夫 是我爸爸的朋友介绍 相亲认识 他的身体状况是 反应有一点慢 比增长人 人怎么样 但是基本增长 性格非常好 尤其是对我非常好 对你怎么好 我嫁给他八年了 八年如一致的 每天给我洗脚 做腿部按摩 包括每天给我洗澡 第一次让一个男人 给自己洗澡 应该不习惯了 对 说实话我 我第一 我嫁给他的那天 自己都不好意思脱衣服 然后更别说 让他给我洗澡了 他告诉我 一定要帮你洗澡 因为我要照顾你一生 这个总然要有个开头 你赚到了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合约四个月的时候 我从床上不小心摔了家 那次真是把我吓坏 住进了医院 我爱人为了哄我 就去借了一套秧格服 到病房里给我扭了一段秧格 都我开心 这个让我非常感动 一个能够在你面前 丢掉自己男子汉形象 给你扭秧格的男人 那一定是正爱 我们今天也特别想看看 他扭秧格起来是什么样子 我也很期待 你把你丈夫叫出来 我是来自河北 河北寒滩 我舞台交给你 老婆 你应该说一句鼓励表演者的话 跳得很棒 老公 我爱你 哇哦 好甜啊 你比你妻子大多少 我比你大九岁 孩子六岁了 对于你来说 你怀一个孩子 那个情况就更险峻了 是的 医生说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我的上身比正常人短很多 运气可能会导致心肺被压迫 人心肺被压迫就面临死亡 医生告诉我 我百分之九十会死亡 那为什么还要生 我就是想不留遗憾 做一个母亲 这位身边爱我的这个男人 给他一个孩子 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他说白了 他生孩子 这孩子就是来要他的命 他长得越大 他就把你的腹腔就顶得越实 抢占你的内脏的空间 对 但是你还是要了 但是我还是要了 是足月生的吗 不是 是早产 还是七个月的时候 我必须做手术了 你不生下来不行了 从手术才下来 我昏迷了几天 危险性太大了 但是早产而生下来之后 如果这么不足月 差了三个月 差了三个月 那可得花很多的营养 对 去来补充 孩子生下来 除了瘦小和 这都没关系 我还没想到 你都不想给了 我只要是 你都不想给了 这都不想给了 你都不想给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幸福心愿是带全家一起去飞翔一次 好 来 请回 飞翔一次 啥意思 是坐一次飞机吗 对 就是因为我从小这个腿不能走 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飞机 包括小鸟 我都非常的羡慕它 可以说我从小到大的心愿 就是想自由地去飞翔一次 也想带父母出去旅行一次 去海南 因为从小到大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从我出生照顾我到 我有了孩子 又帮我带孩子 我也多次跟他们说过 想带他们去旅游 去玩一起 但是他们很舍不得 他们想为我以后的生活 多积攒一些 有一段视频送给你 你出生以后 我就抱你去了医院 到那你检查是先天性的畸形 说你将来以后不能像正常人行过 我感到非常的痛苦 当我知道你发现先天性的畸形 我非常的难过 我多想你像正常的孩子一样 可是你不能走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人家 去玩耍 去追跑 一想到这里头 我就心里特别的难受 也非常的自责 是为了弥补你 这个小时候的这些缺陷 为了你的幸福 我决心把你的孩子培养好 让你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用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们 无论是生活上还是精神上 让你们都得到满足 给予你们最大的支持 来听听五位专家团的助力 在你身上看到的是感恩 你感恩的同时也碰到了一个 也懂感恩的丈夫 这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我想代表六人游定制旅行呢 给你提供2000元的旅游基金 我也希望你们的这种感恩之情 能传递给更多的人 谢谢 谢谢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拥有的可能别人少很多 但是你们一路走过来 你们现在共同获得的 却比很多那些看起来 过得不错的人 拥有更多更多真实的幸福 所以我们云朗文化呢 也赞助你们2000元 祝你们永远都能够这样相知相守相爱 谢谢 谢谢 我的一生将在床上度过 这将是我一生的遗憾 刚刚吕嘉宾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内心碰得刺痛了一下 你失去了我们普通人的自由 但是你的盖世英雄 踏着七彩云朵来到你的身边 对吧 对 我们五居武术品牌呢 是一家传播美好生活的旅游住宿品牌 向您捐赠2000元 希望你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好吗 谢谢 我觉得上天有的时候 对其实是挺公平的 因为您的善良 您的感恩 让你遇到了一位非常善良的伴侣 八年对你一如既往 不离不弃 辣桥文化做艺术教育培训的机构 愿意助理你2000元旅游基金 希望您玩得开心 谢谢 同时呢 代表小猪班纳童装 送给您的宝宝 两套秋冬装的新款服装 谢谢 虽然上天给了你一个不健全的身体 但是你拥有了父母 老师 家人 丈夫的爱 包括现在还有了新的生命的延续 我代表我们全能联盟 给你赠送一个我们全盟品牌的麦克风 以后想听您赵佛为你跳秧歌的时候 还可以用这个来伴奏 那同时呢我愿意代表全能联盟 赞助你2000块的一个旅游基金 希望能够帮助你完成你的梦想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你的孩子啊 如果有你们这样的故事的熏陶 也知道这个家庭的出入是什么 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 你将来还有的是时间和机会 不光是坐飞机 还要坐头等舱 谢谢 你有这么一天 对